再做一題 他说有个平直公路上面 有个汽车超速静泽警车 开始追赶 所以你看图就知道 谁是超速车 谁是警车 因为警车开始的速度是零 然后呢 有个VT图的状况如图所示 然后呢就问你下列叙述 或者正确假 刚刚讲过你看序就知道了 这个不用算 那么B理论上要算 然后呢C理论上可以不用算 猪呢理论上也可以不用算 那你就看一看那些不用算的 有没有 你可以找得到的答案 请问你谁是对的呢 谁是对的呢 停车站接问 谁是对的呢 帅哥呢叫做32号 三二 来 你的答案是谁 二 B 请坐下 你的答案是B而 过 来 我们知道 警车从禁止出发 已是出速为零 所以已是警车 甲是超速车 所以选项A错误 然后呢 甲的VT图是斜直线 所以他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选项诸错误 然后呢 选项跟B跟C 我当晚要问你 我也要问你 那我们答案是选C 答案选C 然后我们选项B 几秒钟这一道 选项C 他走的距离会 0到4秒 谁走的距离比较长 那我们来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问 那第一个是 不用算 不用算 你用看的就知道 0到4秒 甲车走的距离 比较长 你怎么知道的 我问的是怎么知道的 那再来就是 确确实实的算出来 甲走多远 移走多远 然后呢 递几秒的时候会追上 递几秒的时候会追上 OK 第一个问题 这可以不用算 0到4秒 甲车的距离比较长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不用算了 用看就知道了 用过我们前面 所交付的那个重点啊 要我再念一遍吗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割线式平均 切线式顺时 直线越斜 代表加速度越大 VT图的面积代表位移 好来 你告诉我怎么知道 告诉我如何知道 原班应该有14号吗 10号不在对不对 14号有吗 没有 你们到13号 然后13号现在也不在 8号 8号在吗 8号也不在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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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靠什么知道的 不用算 靠什么知道的 靠速度知道的 请坐 靠图知道 非常大的靠图知道的 靠图我怎么知道的 刚刚给你念过了嘛 直线代表加速度 面积代表什么 位移啊 他的面积比较大 多了一块啊 假的面积 比移的面积 0到4秒 多了这一块啊 所以假的面积 比较大啊 所以或者位移比较多啊 这不用算啊 不用算 真的去算啊 真的去算 假车走多远 乙车走多远 上面所有事都可以 都有了 可以带公式 爱背公式 可以带公式算 不用带公式 就是我刚刚教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教的一件事情 图上面 假车走多远 乙车走多远 你就知道谁走得远啊 确实算算 知道谁走得远啊 来 谁走的 假车走多远 乙车走多远 我再念一遍 VT图的直线代表加速度 割线是平均 切线是顺时 直线越写 加速度越大 面积代表位移 请问你 假车走多远 移多远 22号 假车跟移车更远 站起来 假车走多远 假车走 我算一下好不好 60 假车走60 移车 移车 移车很好算啊 移车走40 六十四十 请坐 假车是一个梯形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二 上底四有一边是二十 有一边是十五 所以二十加十五 乘以高高是四 乘以高除以二 算出来七十 移车 四十 所以就算出来 就是到卡车走得远 面积代表位移嘛 好 那下一个 几秒钟追上 这个有认真的方法跟 呼嚨的方法 我这里讲解的是认真的方法 讲解的认真的方法 那一个更简单 呼嚨的方法 就知道几秒钟追上 来请问你 几秒钟 我们的警车会追上超速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几秒钟会追上 几秒钟会追上 来 你猜几秒 有 我待会的讲解是认真算 我待会的讲解是认真算 那也可以不要认真算 用数学方法就解决了 用数学方法就解决了 OK 可以认真算 可以数学方法解决 来 可爱大美女 可爱大美女 可爱大美女叫做 7-7 7号 8秒 请坐 答案叫做8秒钟 怎么知道8秒 认真算 我们要知道好 相遇是位置一样 不是位移一样 我没有关系 这个图是从同一个位置出发的 看到超速都穿过 开始追 所以它是从同一点出发的 所以基本上也是位置一样 都是位移一样 所以面积要一样 面积要一样 那算面积你就需要知道速度啊 相遇的时候的速度啊 这秒 在他们数的多少 好 来 假设T秒相遇的时候 假车的车速是VA 以车的车速是VB 然后因为假车是个是做这个T型嘛 所以上底下下底乘以高除以2 上底就是原来的15 然后后来VA 然后乘以它的T秒钟 然后除以2 那以这三角形就底乘以高除以2 就是一个是假的位移 一个是乙的位移 然后呢 但是 我不能这么多的位置数啊 以下要VA 以下要VB啊 所以我希望把位置数变少 想用T来代表VA跟VB 因为我要知道几秒钟嘛 所以用T来代表VA 要怎么办 就要回到前面 直线会代表加速度嘛 对不对 直线代表加速度 所以呢 随便挑两点加速度一样 所以呢 在图上面有一个是 0秒的时候15 4秒的时候20 这样算是在加速度 跟我T秒的时候是VA 然后0秒的时候15 再加速会一样 所以我就把VA用这个T表示了 然后呢 同样的道理 我可以把以的VB呢 也用T表示 像我就把VA跟VB都改成T了 都改成用T表示了 就表示好了 那带回去 带回去这边 然后呢 就开始去做 开始去做 然后认真努力做 算出来8秒钟 这又是认真努力的做法 这又是认真努力的做法 OK吗 那呼隆的做法怎么做 来 这里不是要延伸出去吗 右边这里不是要延伸出去吗 然后到某一秒会相遇 对不对 数学会告诉你 这个三角形跟这个三角形 怎样 全等 那全等的话 这里几秒 4秒 这里几秒 4秒 4秒加4秒几秒 8秒 所以答案就8秒 数学 面积一样 边长一样 4加4 8 就出来了 如果你彻底了解 面积代表位移的想法 就是 这边 前面这一块 就是甲多走的 后面这一块 就是乙多走的 所以不可以变得一样大 你彻底了解 面积代表位移 你就知道可以这样做 所以答案就 4加8秒钟 我们就解决掉了 这就是所谓的呼隆的 简单的做法 OK吗 OK吗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OK OK 好